近年来,荣城福州的轨道交通建设快速发展 美丽的闽江两岸犹如一幅流动的全彩画廊 宽阔的江面下,一条地铁隧道正从江底横穿 为两岸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为了打通这条隧道 300多名一线管理及施工人员用478天的精细化作业 完成了福州地铁二号线1500米的最难绝境 我现在是在闽江江底的过江隧道 在我头顶36米处便是闽江的江面了 地铁二号线在建成之后将从这里通过 打通这条江底隧道正是依靠着顿购机 顿购机在打通江底的隧道的时候会比其他情况下难度更大吗 对,过江的隧道一般比正常的隧道是比较难的 乔氏爷,顿购机机电工程师 这样的一条过江隧道他已经行走了无数次 在打通隧道的每个日夜 他都带着一份紧张,一份小心 直到贯通他的心才放得下来 2017年2月,当过江顿购机绝进到596环时 工程师发现顿购机突然下沉 调整方向后依然疾难控制 工程只好停工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如此巨大的顿购机在江底下沉呢 整个敏江底是个V字形冲钩 顿购机隧道离江底只有8米 如果顿购机的方向没控制好 就有可能发生击穿江底的危险事故 在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前 工程陷入停顿 经过地质勘查 顿购机施工遇到了国内首次出现的难题 江底绝进过宝和液化沙层 施工队先后三次 邀请12位全国知名顿购专家 及地质专家会证 随后改进了施工方案 尝试绝进两环后 还是下沉了5厘米 如此反复 前后停工了20多天 都没有解决问题 液化沙层就像海边的沙子一样 它一扰动 它是非常不稳定的 就是随着泥浆的循环 就会把它带走 就会流失 然后由于我们冻购机自重655吨 它是一个很重的 再过这个沙层的话不稳定 姿态就不容易受控制 冻购机容易下沉啊 或者是左右偏 那么到底如何应对这样的地质状况呢 工程师李宝龙 给我们带来一些液化沙层的样本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液化沙层 它的颗粒是比较细腻的 我们摸起来之后 感觉不到丝毫的颗粒感 但是它这个本身的粘度又很重 对 说它是沙子啊 但是丝毫看不出颗粒感 你在手上的感觉反而更像酱糊 对 而且感觉它像浇水一样 这个流动性就很强了 对 跟面粉豁出来的酱糊其实差不多 所以在这种地层当中呢 我们施工对我们这个设备的可靠性啊 和人员的操作这个能力 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除了高超的冻购机操作技巧 工程师们选择的一种特殊材料 可以改善地下的土质 这就是刻泥效工法 它是将多种液体混合后融入沙子 从而增加沙子的粘性 通过冻购机的注水口喷到沙层中 改变了顿购机周围的地层状态 从而完成绝境 在地下隧道中 这台完成过江壮举的顿购机 即将到达终点 工人们正在为接收做最后的准备 这一过程已持续了五个小时 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到刀盘了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吗 是的 顿购机即将接收 我发现刚才准备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为了保证安全接收 我们是要在端头部分 通过水泥浆或者是低温冷冻 对地层进行一个改良 薄弱点或者是我们加固的不到位 接收的时候有一些水土进来 可能周边地层当中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空洞 它反映上到地面上面之后 如果说周边咱们有这个建筑物 或者是有这个道路的话 就会导致咱们这个居民啊 建筑物啊 建筑物啊 一些沉降开裂 甚至是道路中间会突然出现一个 深陷的一个大坑 就从我们之前 近几十年的一个国内国外的一个 施工的一个经历 我们做过统计 这个顿购隧道施工过程当中 有将近50%以上的重大风险 是发生在顿购机的始发和接收阶段 而其中这个顿购机接收这个风险 比始发的风险还要大 所以这个顿购机接收 是整个一个施工的最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好的 那几分钟之后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时刻 也是预助着我们的接收顺利 好的 收到回话 收到回话 收到收到 接收端一切准备就绪 隧道里边是否准备就绪 隧道里面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推进 好的 开始推进 开始推进 此时天色已暗 巨大的探照灯将这里照成白洲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大量碎石从刀盘上落下 顿购机刀盘 终于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此过程中 众多工程师在周围待命 一旦出现危险 他们将及时进行救援 历经六个小时 顿购机的前端终于暴露出来 这标志着此次顿购机接收 圆满成功 从2014年开始 历时四年 福州地铁二号线即将全线贯通 张福洪 地铁二号线工程总指挥 在这间办公室内 他指挥着整条地铁隧道的挖掘 从业多年 他对中国的顿购法施工技术 越来越充满信心 福州地铁二号线 共用了31台顿购 大部分都是我们国产的顿购 他们的设计都非常完善 然后都逐渐使用在国内 地质非常复杂的城市 深圳 广州 厦门 福州等等 包括成都 在国产的设计